我们说金砖峰会 原本是五国blitz 但是习近平主席说 金砖加金砖plus概念 结果来看到金砖五国峰会 在24号举行最后一天会议 南非总统纳玛福萨 当地时间宣布 金砖正式接受沙特阿联酋 伊朗阿根廷等六个国家 成为金砖的国家会员 一起来听听看看 五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邀请沙特 埃及 阿联酋 阿根廷 伊朗 艾瑟俄比亚 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 中方 对这些国家表示祝贺 对主席国南非 和拉玛福萨总统 所做出的努力 表示高度赞赏 这次扩原是历史性的 体现了金砖国家 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决心 将军怎么看 这六国当中有什么代表性 其中中东部分就有三国了 中东地方三个国家 代表了 你看其实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 沙古地跟伊朗两个同时加入 这两个国家是四筹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前 在中国的这种 撮合之下 两国近视前嫌 然后愿意接通 这时候又一起 我想这一次 这六个国家能够加入 其实是中国在幕后 是最大的助手跟推力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金砖五国里面 我们原来讲这金砖五国 其实现在经济力最强的还是中国 就是老大还是有发言权 你看金砖银行的新开发银行 总部就设置在上海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中国促成这六个国家的加入 尤其是沙古地跟伊朗这两个国家 另外阿联酋也很重要 阿联酋它的位置刚好在什么地方 在荷姆之海峡 所以也是地缘上面战略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是金砖 这次能够参加的六个国家里面 中东这三个国家 我先概略做个说明 那另外非洲有两个国家加入 一个是埃及 另外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它控制什么地方呢 雅丁湾 其实伊索比亚这个国家 并不是说很富裕的国家 可是它地理上面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它之所以能够加入 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促成 也展现出来中国大陆对非洲的一个影响力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能在西非部分那些国家再加入 如果西非这些国家 能够加入金砖国家的话 那对大西洋的威胁就很大了 对美国来讲 因为它面对的就是东南美洲大西洋 另外中南美洲国家 唯一可以加入一个国家是阿根廷 可是我们后续可以看到 其实上这次申请加入国家有四十几个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加入金砖国家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意义就是 金砖国家代表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崛起 然后对抗G7就是以开发国家 一个彼此互相抗衡制衡的一个力道 展现的一个出来 那我们知道G7国家 它虽然说是工业先进发达国家 但是对于这些心心中的国家 并没有说很真心诚意的一个协助 那现在愿意 有二业也没有这个意愿 那现在中国它慢慢强大起来以后 它不管在一带一路或者是基础建设上面 它对于这些国家可以提出实质的帮助 尤其是最重要 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亮点 是这个金砖国家它有一个 它真的是有钱 它有个银行叫新开发银行 新开发银行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现在的行长就是前巴西的总统 罗塞夫担任行长 那这次来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在金砖银行里面 罗塞夫同意说用本币来贷款 对 30%的贷款是用他自己本国的货币来贷款 这代表着慢慢就是去美元化的一个开始 那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本币交易 不是本国货币的一个交易 对 当这后续来讲可能还有待努力 为什么呢 比如说阿根廷 这次来讲阿根廷 跟这个中国大陆来讲人民币 阿根廷我们都知道 最近好像货币贬值蛮厉害的 但是它如果说是跟中国人民币 做一个这个本币交易来讲的话 那中国会不会就是有风险比较大 可是我觉得这都可以克服了 就是譬如说他可以陷进一个 扣打一个额度 到多少钱之内 我们用这个或你跌到多少来讲的话 那阿根廷 就阿根廷来讲 他当然很希望跟中国大陆 来做一个本币交换 因为可以稳住他的一个货币 不要继续再往下扁 我觉得这都是各国自己的盘算 那你这些这个以开发国家 这些中国大陆现在来讲的话 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经济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实力 可以帮助这些国家 可是我这边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 虽然说四十几国愿意参加 是代表说近端国家一个新兴国家 一个团结一个力量 可是你也不能说无限制的 让这些国家全部加入 没错啊 因为这些国家加入以后 就把资源就分光了嘛 所以还是要有所过滤有所选择 那这次这六个国家 我相信大概阿根廷可能是在巴西 对不对 在处勇之下 处勇之下 那另外加入的这五个国家 可能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协助之下加入 那之所以我们知道 比较重要的就是 现在这个这段五国里面 原来的俄罗斯 现在因为是俄乌战争的关系 可能普京的影响力就减弱了 另外可能比较会导弹的是 印度 印度的莫尔迪 因为莫尔迪确实是很狡猾了 那他在这个国家里面 你看他不管集团级的 这个之前的外长峰会 还会干什么 他等于说有一点在 在这种做一些小动作 耍一些小动作造成这些 那希望说莫迪不要因为这些国家 因为他的中间的这些 这个在自私的一个想法 造成这些新章国家的一个分裂 或者是 或者是就彼此之间的猜忌 或者做一些小动作 这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你看莫迪的动作 对所以印度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你不要做成一个捣蛋鬼 因为你的一举一动 会被西方说金砖内讧等等的 那因为当初把印度拉进去 其实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可以看到金砖 到底谁才是真的金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这边是最受关注的 好那这次想要加入的国家 有23个 那最后是有6个国家加入 沙特阿联酋伊朗是加入的 另外还有阿根廷的部分 另外还有包括埃及跟爱塞尔比亚 就是伊索比亚这些国家是加入的 但是很多国家你看 哈姆拉昂加起来 都还蛮多国家想要加入的 那这次我觉得最大移住 其实是印尼 印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亚洲这个地方的一个国家 也许未来也是有机会 好我想问一下利将军 因为这次沙特阿联酋和伊朗 这些都是中东的国家 这也代表说什么呢 最近大家都讨论度很高 就是中东啊 会不会在阿富汗美军撤手之后 越来越怎么样疏远美国 这个趋势会不会更加的如此 这一定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讲说 这个中中国家里面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想到 就是沙特阿拉伯 但沙特阿拉伯 原来是因为产油国 他当年会加入美国 美国说我保护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石油要美元化 就是用美元交易 对原来那个时候 原来最早是黄金 来做一个这个定锚 对但是后来因为他黄金 他美军自己强大起来 他说我保护你沙特阿拉伯 但是你的石油要用美元来做交易 但现在来讲的话 慢慢局势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自己 页岩油生产出来 他现在跟沙特阿拉伯 变成一个彼此互相竞争的关系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去攻打 伊拉克这些国家 伊拉克这些国家 那时候用的是什么理由 其实讲穿的就是为了石油 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国务卿拿了一罐 白粉 那个洗衣粉 他说因为他有这种生化武器 所以我们要攻打他 然后但是后来打下 这个伊拉克之后 搜索半天什么也没有 事实上所有人都明白 他是为了石油 其实中中国家这些明明不明白 所以美国去攻打伊拉克 事实上就是为了掠夺他们 这个地区的石油的一个资源 然后第三个我想说 他跟伊朗的一个交恶 美国跟伊朗 一直是在制裁的关系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关系 对不对 美国这个川普任内 他把耶路撒冷当作他的首都 然后造成这些伊斯兰国家来讲的话 心理上面非常的弃美国 所以种种的这些原因 都造成这个美国 中东这些国家 要跟美国来做一个保持一个距离 一个注意 其实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巴林 巴林是什么呢 是美国第五舰队 在中东的第五舰队的 舰队司令部所在的地方 那现在因为伊朗的导弹 飞弹它可以打到巴林 所以美国也准备从巴林撤退 那在这种种种状况之下 我们感觉到 就是中东这些国家 他现在慢慢也发现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 对他们的各个国家基础建设 尤其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沙烏地阿拉伯 它的未来层 对不对 采用都是华为5G的技术 那其他国家大概也看到 真的能够提供他们帮助这些国家 反而是中国大陆 它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 这些是实质上的帮助 那美国到这个地方来 他们也感觉到就是掠夺 我们的石油支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中东当然他们为自己的打转 然后另外在这个就是 和平局势方面 美国认为可以提供他们保护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发现说是 伊斯兰里面 什叶教跟逊尼派 很多这种鼻子之间争端 是美国在从前挑拨的 那现在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两个最大的一个 逊尼派 一个什叶国家 都和好了 已经比较没有 军事上安全的和平的问题来讲的话 他们当然就是以经济建设开发为主 那经济建设在未来的世界 是AI的一个世界量子化的社会 还有5G的一个实在盗零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可以提供他们这些协助 那这些东西的国家 自然而来是亲中 然后就开始树立美国 我想不管就经济上面 军事上面 还有地缘战略上面 关系来看的话 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中国大陆布的这个局真的非常的深 3月的时候呢 王毅外长就已经 当时还不只是外长 是外办主任 他当时就撮合了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就造成了你看中东的和平涟漪 这也让大家看到一个长大的对比 美国在中东是不断的挑适 逊尼跟实业 但是中国大陆呢 带来是和平 所以呢 中东越来越多怎样 输美亲中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尤其来看到 这个金砖里面啊 五国尤其是 印度不要当这个导弹者好吗 我们先来看看说 印度现在很开心嘛 印度啊 这个月球登陆器 维克兰号呢 完成了在月球南极着陆的创举 世界第一 我们也是替他开心 但是呢 印度现在对中国大陆就是有敌意 比如说呢 欧亚时报说 哎呀建议啊 买苏75兑付歼20 他说呢 俄罗斯的苏75呢 也许性能还存在一些缺陷 但是可以为印度提供过渡性的解决方案 因为呢 印度自己的国产的五代机啊 其实就发展不出来嘛 所以用苏75 我想问一下将军 苏75连个影都还不知道 就说要买这个来对抗歼20有效吗 那中国大陆的歼20啊 他要达到500架左右 印度会面临战斗机代差 跟数量差距的威胁 印度哦 他最近买了一批飞机 是跟法国买的阵风战机 阵风战机是四代半 还不到五代战机 那千二十是五代战机 其实是有代价差距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跟法国买 整风那时候 几个国家抢单抢很凶啦 包括法国的阵风也在抢单 中国的肖龙也希望能够 抢到这笔单 然后美国来讲 他F-16也想去抢这笔单 但最后是马克宏抢到 马克宏为什么可以抢到 你可能想象不到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马克宏答应莫迪说 你那个维克兰战号军舰 航母上面 那个电梯啊 升降机 因为所有的飞机都摆不下去 包括阵风也摆不下去 但是马克宏愿意帮他 把阵风飞机做一个修改 就翅膀折起来 折得比较大 让他可以从那升降机上面起降 这是法国的军工产业 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 法国为什么 所以他就买了法国的阵风 因为马克宏答应他把这个 翅膀可以改小一点 让他可以做升降机起降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苏7-15 其实真的是连个影都没有 现在最新的 俄罗斯的战争机是苏5-7 这苏5-7的命名怎么来的 为什么叫苏5-7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 这个F-22加F-35 他可以打赢 同时对付这两架飞机 22加F-35就57 但是苏5-7对俄罗斯 目前来讲的话 总共只有30几架 因为他的经济上面 发展不是很好 军工的费用来讲 这个捉金见轴 所以只做了30几架 那目前来讲的话 这苏5-57来讲 对俄罗斯来讲还是宝贝 你看他现在没有用在 乌克兰战场上 太贵了 但是这种飞机 它可以很多很好的性能 可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虽然说 号称五代战机 但是它隐身性还是不够的 跟F-22 跟F-35 甚至跟歼20比起来的话 差太多 他们有做过这个比较 它在雷达上面的反射面 来讲还是比较大 但是这个已经算是 讲起来也算是 五代级的战机 可是现在也就30几架 所以我觉得苏 俄罗斯要发展苏 75来讲的话 可能时间还很早 印度买这个根本来不及 印度来讲的话 它最近买了一大堆飞机 买了一大堆军舰 但是我觉得都 并不是很务实的一个 一个观念跟一个做法 印度有一点它觉得说 它自己是一个大国 我都能够登月了 对 它好大喜功 它登月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是了不起啦 尤其它登陆的位置 是在南极 南极这次前两天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登月失败 也是要登陆想要 在这个地方看有没有水 比如说有水源的话 可以变成一个太空基地 以后继续向外太空 来做一个发展 但是如果说要讲这个的话 我觉得莫迪来讲的话 这一段 我不是说故意看衰它们 因为你登陆月球之后 重点你回得来回不来 对 对 你回得来的话 你一定要火箭动力够大 美国在50年前 就已经登月成功 那美国登月成功 其实它的火箭推力来讲 是不够的 所以它只能带一个 登月小艇上去 然后登月小艇 只能下去两个人 因为它还要在起飞 从月球表面上起飞 再回到这个登月小艇 还要再跟太空舱结合以后 然后把它丢掉 再把它回来 那现在中国来讲的话 它这个计划是怎么样 中国登月计划是 两架火箭一起上去 然后一起上去以后 一架去登月 然后另外一架在外太空 然后完了以后 因为它动力够大 火箭动力够大 它可以从月球表面上面 再起飞起来以后 再回来再结合在一起 所以到时候中国 我们拭目以待了 那我希望说中国这个计划 那动力大 那它代表说 它从月球表面 可以带回来的东西就多了 譬如说它的矿石 它的探测器材 或干什么 它可以把这些月球上面 这些石头 土壤 或者是要准备 采集的这种东西 都可以一起带回来 连人一起带回来 因为它的动力够大 所以我觉得这次莫吉 虽然说他们登月成功 我是恭喜他们 也祭他们高兴 代表人类的一大步 可是问题是说 你后续你 你有没有能力发展这种 动力够大的火箭 然后从月球表面再起飞 再回到地球 那这次来讲很明显 它跟俄罗斯来讲 很明显两个 虽然说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但是很明显它的动力不足 因为它是利用地球绕了一个礼拜 然后利用这个离心力 才甩出去 才甩到月球表面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 印度在这方面来讲 军空产业虽然说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它火箭的动力来讲 可能是它这次登月来讲 可能比它遗憾的一个动作 没有动力来讲还是不够 对 还有那个印度 它还夸向海口 说要造呢 一万三千吨的P18 这个垂发有144个 比动物还要多 我 为什么叹气 我觉得印度 你看它 它现在叫P15B 对不对 它P15A已经服役了 但是在服役之前 已经烧了好几次的大火 而且它的垂发系统 好像只有四十几具而已 你突然一下从四十几具 我觉得不够 变144 你光一直讲这种话 144 我们中国的055只有112 它确实是比它多 但是关键在什么 关键就是说你从它的P15A 内型来看的话 它原来设计的是 它是做隐身型的战舰 可是问题就是说 它形状做成隐身型 健体是很流畅 可是它上体结构很复杂 就曝光了 就没办法达到隐身效果 所以我觉得它等于说 又在吹牛 对 吹牛的意味比较大 对 所以这个 印度自己也说 的确他们想要这么做 不过他们强调说 这个目前可能 还是要2031年前 才有可能服役 因为目前现在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没有完成的 这样还是存在于CG图的一个状态 好 金砖国家峰会 真的是全世界瞩目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也是惊惧爆发 包括讲了什么呢 他说啊 不屈从外部压力 不做别国的附庸 讲的是金砖 另外也说 反对脱钩锻炼 经济胁迫 冷战思维 因魂不散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 然后也要说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反对搞小圈子小集团 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 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跟发言权 我们先来听听看 习主席是怎么说的 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 加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 共享发展机遇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 国际规则 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由大家共同书写 共同维护 不能谁的胳膊粗 嗓门大 谁就说了算 更不能拉帮接派 把自己的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 金庄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支持并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小圈子 小集团 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 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好您认同习主席说的吗 也要聊天室一起聊聊 其实在这次金砖当中呢 也看到很多 南方国家的一起合作 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都在发展的势头 其实这次呢 印尼的总统佐科威他也有去这次的金砖会 尽管这次印尼还没有加入金砖 但是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那不只是呢 佐科威有去参加金砖会议 其实呢雅万高铁是中国大陆盖的 也可以看到中国速度 来往呢 雅加达跟万隆高铁 赤资73亿美元 其实免费适程大概9月初会进行 大概10月1号起 就会全面的运营了 我想问一下立将军怎么看 亚洲人家是团结在一起 那拜登就想要怎么去亚洲挑事吗 比如说 他就说呢 他要去参加G20 然后呢 给一些他们呢 2000亿美元的计划 要对标的就是一带一路 就是你们一带一路啊 这个有一些债务陷阱等等的 但是呢他去印度 但是不去印尼 但是又去越南 看起来他就是要挑重点嘛 我就是挑越南跟菲律宾一起抗中 然后印度也是我要的 但是其他的东盟峰会我不去哦 其实这是东盟峰会 他选在这个时间开会 是配合人家拜登 对不对这么好意 对不对 我知道你要去G20开会 去印度开会 那我就选在你开会的时间 对不对 都来亚洲了 顺便过来一趟 然后来这边以后 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东盟之间的一些事情 就拜登很现实过门不入 他就大小眼嘛 他就瞧不起东盟这些国家嘛 他觉得这些是这个 小国家 穷国家 他就不是很瞧得起 但他又不能不去 就他叫贺锦丽去 他就叫副手去 结果你自己不去就算了 你去越南 那很明显的就是他在拉拢越南 跟菲律宾 对不对 想要在南海这边继续角色 然后让这个对抗中国 在南海之间的这种 南海之间的主权问题 我觉得目的在这边 这次来讲 拜登这种动作很明显 东盟不去去越南 对不对 两个地方这么近 就你去越南 就是摆明了 然后再加上菲律宾 这次仁爱交流事件 对 就很明显就是拜登想要在 南海地方 对不对 一边利用菲律宾 利用越南 然后形成对中国形成 南海形成一个 前行的一个攻势 然后夹击中国 我觉得拜登的目的在这边 那你觉得会成功吗 现在来讲 我觉得很难讲 现在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 美国很坏 美国他 你看这次菲律宾仁爱交流事件 对 美国他会用什么 哪一种方法 他就对每个国家都这样 他为了绑住这个国家 把他绑上战车 他会挑拨这个国家 跟他的敌人 跟这个国家的 这个 给他弄一个假想敌 然后让他跟这个假想敌之间 产生一种 矛盾 甚至于严重来讲的话 甚至于产生一种 民族之间的冲突 那个仇视 然后把这个国家 更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面 菲律宾认识就是很明显就是这样 对 他利用一个小小的人爱交流 在那边已经搁减24年 都没有事了 那美国利用这个东西 去挑拨菲律 菲律宾现在民族情绪高涨 是啊 在这种状况之下 然后就跟美国 就越绑越紧 来对抗中国 那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 来绑住越南 其实我们有待观察 那他最希望要的是 越南的金南湾 还有县港这些 这个战略药地 如果他能够控制 这些药地来讲的话 那可能对中国来讲 在南海的这种对抗上面来讲 会多一些走率 可是中国也不是看不出来 这种美国的动作 所以他在所谓中建岛 就县港的前面 他在那个地方 目前已经开辟了一个 600公尺的跑道 目的就是要封锁县港 防堵这个东西 但是越南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他现在来讲 国家也需要基础建设 也需要远心不如近临 那就考验越南自己国家的智慧 才不要跟美国继续绑在一起 那我最希望的是 中国的所谓南海行为准则 能够找一件通过 这样的话 你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就 你不是这边的国家 你就不要插手这边失误 然后不要搅乱 这边的地区的一个和平 对啊 你是域外国家 你天天都来南海干嘛 最后不是你的深锁国 所以呢 列江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越南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的确我们就知道说 软腹中去了 中国大陆访问 跟习主席也是互动很好 所以看得出来呢 越南的高层 是想要跟中国大陆 稳定关系的 所以呢 拜登你想要拉越南 真的会成功吗 其实也要打一个问号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学乎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选口 感谢可不得的 若干你开心 请上词 在带上 下语 中文字幕 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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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